淫官搞三百人妻 割陰毛做筆 幫嬰兒剃頭做胎毛筆 相信很多父母都試過 但剃陰毛做筆 就聽到打冷陣 河南開封的淫官 就有這樣的癖好 據說他不只貪錢 還特別喜歡淫人妻 三百個下屬為了巴結他 竟然向他進攻老婆 淫官完事之後 還會用剃刀割對方的陰毛 逐份包好寫了名字 再按顏色和粗有分類 方便日後拿出來回味 終極心願就是用這些珍藏 來做一支陰毛筆 不過淫官搞完人妻之後 並沒有益下屬 結果就被人告白了 六月就被少幾位上規了